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7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习近平到湖南秀红色基因的政治意图 这是一个时政新闻 那么先讲新闻,习近平去湖南去了几个地方 具体行程我就不说了,因为网上到处都是 我是要分析他去湖南的意图 那么习近平的新闻是这样,新闻标题是冒号 今天我到这里来也是受教育 这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上面的标题 16号下午在湖南省称州市沙州瑶族村 考察调研,习近平走进半条被子的故事 主人公徐姐秀的后人 村民朱小红的家中 那么半条 半条被子的故事 这是 这是2016年习近平发掘,这是一个 红军故事 红军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呢,说的是 1934年 11月份湖南 南鲁县城沙州村,就是现在这个村 有三名女红军去一个村民家叫 徐姐秀,这个村民家去借宿 临走的时候呢,看他们家被子很破旧 把自己的半条被子剪下来 送了半条被子给他 当时就是 这是红军故事里面,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拿来讲 当年呢就是2016年10月21号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做了一个讲话 叫一切贪图安逸的想法都要不得 这个讲话里面就用了这个故事 叫半条被子的故事 到2019年中国还专门为这个故事,为这个半条被子的故事拍了一个电影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然后这个 16号 习近平又亲自到了这个 徐姐秀 他的后人家里 然后这个这家人 村民叫朱小红,朱小红告诉 习近平他现在在这个警区当讲解员 家里还开了这个农家乐,已经脱贫了,生活越来越好 然后习近平就强调,就讲了一番话,说因为有老百姓的支持 我们党才有光辉的历程,辉煌的事业 你们家里的变化也说明一个道理 共产党坚持为民本色,说到做到 这就是 这就是他在这个称州,称州讲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就对村民出来,对村民讲 他说共产党 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辈子,也要 分一半给老百姓 建党近百年不忘初心 老百姓把共产党看 看成自家的党 是老百姓的党 我到这里来,我今天到这里来也是受教育 这个姿态很低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的负责干部,本身也要不断受教育 不断受洗礼 不断受启示 履行好我的职责 同14亿人民在一起 同900多万党员在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开心,更加幸福 这是 这番话呢,是要向大家表心计 展示他的使命 然后后面就到点题了,下午就去郑州 郑州的 汝城县 文明瑶族乡 第一片小学 这小学叫第一片小学 他去走进那个四年级教室 这很符合他的那个教育程度 那么 同正在上思想政治课的同学们 亲切交流 思想 四年级上思想政治课 这个课是上给他看的 然后他就说 同学们纷纷向习爷爷分享自己熟悉的长征故事 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莲夸讲得好 他说 开始讲了 作为半条辈子的故事发生地 红色基因要在你们身上得到体现 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中华民主伟大复兴业 复兴将在今天的年轻人年轻一代手中实现 讲了一番话 讲了一番话 那么 那么这个故事呢 习近平你看2016年在 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上有一番讲话,就讲了半条故事 半条辈子 那么这次去湖南 去湖南当然毫无疑问,他一定要去韶山 韶山强调的是什么?其实中国有两个红色 红色基地 一个红色基地就是湖南 湖南是什么?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 所以 湖南代表什么?红色基因的源头 还有一个红色基地在哪里? 在江西 江西哪里? 井冈山 井冈山是中共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就是说 红色根据地 是在以江西为代表,中央输区在江西 所以 中共有两个红色基地,那么有的时候选择去江西,更多的是选择去江西 因为江西是什么? 江西反映的是中共的权力源头 就是没有 没有江西的 中央输区就没有中共的今天 所以 江西苏区或者江西的红色基地 更代表什么? 更代表 红色的就是中共的历史 中共党史 他反映的是中共党史的源头 因为红色基地,红色根据地 湖南代表什么?湖南也是个红色的基地,红色基地代表什么? 红色基因 为什么? 因为毛泽东的故乡在湖南 湖南韶山 他代表一种血缘关系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去湖南而不去江西?你想一下,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 他是红二代 红二代意味着什么? 红二代说明他有红色基因 这是一种血缘关系,是天然的 中共还是 一半共产党,一半封建王朝 他们还是相信血缘的 陈云不是说吗? 我们的政权给谁我都不放心 还是给我们的孩子们才放心,这陈云讲的 自己讲的 中共脑子里其实有一大半是 封建时代的东西 所以他还是 他去湖南 是第1个 就是要反映什么? 红色基因,他自己讲 这就是红色基因 他是奔着红色基因讲 去的 他也是去跟大家秀什么 你们都没有资格 我有资格,我是红二代,我是有红色基因的人 他去湖南,他选择去湖南 第1个原因是这个 当然第2个原因就是去徐解秀家 徐解秀就是半条辈子,他2016年讲过这个故事 他再去,再把这件事情翻出来再讲一遍 反映他这种 他这个政治上的取向 政治上取向 大家有没有留意 他这次去湖南 姿态非常低 姿态非常低 这跟以前的同大叙事 你看 之前这个2018年到2019年 习近平出来全部都是宏大叙事 讲使命 讲报复,我们干大事都是讲这种故事 但是这次姿态放得非常低,我是来学习的 反正我很长时间没听过 习近平讲这种话,我是来学习的,他是领袖学习什么 他就算说了,这个新华社也不给他报 所以你看 出来姿态放得很低 姿态放得很低,为什么 说明是这是一场政治秀 政治秀 那强调他的强化这种红色基因 他通过强化这种红色基因 要在政治上达到两个目的 第1个目的 秀 要向全党 全国秀什么 秀我的合法性 我有合法性,因为我红色基因 红色政权代代传 代代传是传给谁 是传给有红色基因的人 他有天然的优势 这就秀他这种合法性 就是合理性合法性 这是第1个目的 第2个目的是什么 第2个目的要获得党内支持 他需要党内的支持 那么红二代的身份,他有特殊性 他又有什么 他有优势 这就是 争取党内 支持的一种 意图 那么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 大家知道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的形势 第1个形势就是 中国现在面对的外部的压力是空前的大 非常的大 然后加上内部因素的 催化 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反映出来什么 反映出来在政治上 不稳定 你外部压力很大,主要是跟美国之间闹翻 跟美国闹翻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跟西方国家闹翻,全面闹翻 这不是一个个别两个的问题 全面闹翻 大家都在找你麻烦 这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 当然 经济不好 各种各样的 出错,各种出错 各种把柄 引发的什么,引发的权力斗争,其实最重要的是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中共党内持续都是权力斗争 一直是权力,中共全称是 无日无知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支持 他需要权力的支撑 他去湖南就是找这种支撑 找这种支撑,也就是说 当外部压力进入临界点 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他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需要取得更大的政治上的力量 这就是他为什么跑去湖南找这个红,讲红色基因这个原因 红色基因其实是什么 就是这次习近平去湖南的点题 他这个题目点出来,告诉大家 我讲的是红色基因 你们没有,李克强没有了,对吧 那个谁 谁都没有,对吧,那我有 你别跟我争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当然 习近平把自在放低 还有一个 情况,什么情况 大家记不记得 在这个五个不答应,大家还记得吗 其中有两个不答应 大家想一下 第一个不答应就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 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人民都 绝不答应 这是一个不答应 第二个不答应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割裂开,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都 绝不答应 这两个不答应 是针对什么 这两个不答应是针对美国的 美国在做什么,你可以看 应该是从 从8月份 从8月份 8月份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这个 在尼克松图书馆 的讲话开始 美国就把 中共 和中国分开了,你现在看 美国官方的表述 全部只说中共 不说中国 现在你听不到他说中国什么,没有 都是中共 一水的全讲中共 这是有压力的 这是一个策略 就是说 美国已经很清楚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他现在对付的聚焦聚焦在哪里 直接聚焦在中共身上 他就说他把主攻方向放在中共身上 对习近平来说,对中共来说,他是有压力的 因为 你想一下 赵立坚还是谁说的 14亿人民是铜墙铁壁 14亿人民给中共 当做一个铜墙铁壁挡着的 帮他当炮灰的 但是美国人根本不理这一茬,说我只找中共,我不找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我们跟中国人民没有仇,我只找中共 有压力吗?有压力,为什么 美国的导弹精确制导 他只打 他的敌人 他尽量的减少误伤 这个是有压力的,你看看现在美军在中东的那些 那些导弹 直接用刀子的,都不爆炸的 你说没压力,一定有压力 所以这个 这是有压力的,这是一块 那么习近平把姿态放低,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跟人民还是在一起的 你把姿态一拔高 离人民很远是吗 我们的小熊猫又忘记了 我们离人民就很远了嘛是不是,所以习近平这次在湖南 姿态放的很低 姿态放的很低是反驳 美国的 这种 策略 反驳美国对中共的这个策略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这个 因为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半条被子 半条被子讲的是什么,红军时代的故事 那么红军时代的故事 跟什么有关系 跟中共党史有关系 跟中共党史有关系,讲的都是什么 你回顾一下中共以前干的这些事情 在海内外都有 都有各种各样的 陈述 那要把这个 因为如果把这个中共党史,真实的中共党史翻出来 他的这些 高姿态,这些红论 都站不住脚 所以 所以习近平这次 在湖南,一个选红色基因 第二个姿态放的很低 第三个讲我跟人民在一起 是有说止的 有说止的 然后就讲了一堆 讲了一堆怎么呢,讲了一堆这个宣传,各种宣传,中共的这种宣传故事 跟人民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很不喜欢听这种 这种 这个没有底线的 没有底线的谎言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下 我随便搜了一下,找了一个故事,讲了个什么故事呢 讲红军嘛,好,那我们就讲讲红军 讲讲什么呢,讲讲红军干两件事,第一个 红军怎么对待他自己的人 红军怎么对红军 然后红军怎么对 江西人 红军不是在江西吗 我这数据,这资料全部来自于 来自于这个 解放军上将萧克的回忆录 回忆什么时候呢,回忆这个 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 红军在干什么 打AB团 和肃反 这件事谁发动了 这件事是毛泽东发动了,毛泽东亲自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那么江西的苏区累计 屠杀了红军 干部士兵 10万人,大家知道10万人是什么概念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照片,万人坑的照片 有10个这么多 情况是怎样,红20军,我读一下大家史料,大家知道一下 我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就是 当中共在 没有底线的吹牛的时候 我就讲一下这个事实给大家听 情况是什么,这是萧克讲的,不是我说的 红20军被中央红军 包围巨奸 副排长以上干部 700人 集体砍头 700人 副排长以上干部 闽西苏区杀人如麻,30个区位 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运作 红25军 有12000人 43天 肃反 43天肃反 杀掉了6000人,就杀掉了一半人 6000人 大家记得,我们以为这个数字,你想一下 一个操场上只能占个两三千人 6000人,一个足球场可以占两三千人 如果你有杀6000人,大概有两三个足球场 占满 全杀光 就这个概念,43天全杀光 红四军 排以上干部全部杀光 排以上干部 湘厄西苏区 5万人 杀剩多少 4000 杀了多少 杀了46000人 剩下5名党员 而且当地没有人敢 没有人愿意提干入党 杀掉了46000人,剩下4000人 5万 5万人 红三军 四次肃反 2万人 杀的剩下了3000人 这就是红军自己杀自己人 杀了10万 总共多长时间 32年5月 总共两年时间 两年时间杀了10万 红军 自己杀自己 讲一下江西 31年到35年 红军在江西根据地 江西苏区15县 人口减少50万,15个县 一个县大概 减少4万 不到5万人 一个县少5万人,很厉害的 什么概念 你说是不是人逃跑了,逃不掉的 苏区建立 各个路口全部把守 不能出去的,出门要路条 走不掉的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逃亡 逃亡没有逃亡 很难逃亡 能逃亡早逃光了 肯定不是逃亡 江西苏区15县少了50万人 一定是死掉了 要么就是饿死 要么就是杀掉了 这是红军干的事情 然后闽西苏区减幅差不多也差不多是50万 中央苏区总人口 减少了多少 70万 7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减少了人口的20% 这就是 这就是雨水情 我必须把这个事实讲给大家,我不讲更多的这个东西 这全是 干干净净的事实 再讲一个事实 中共建政以后 我们就数一下 我跟大家念一下,我一定要念一下 中共建政以后干的事情 50年到53年镇压反革命 大家知道什么叫镇压反革命吗 毛泽东选举里面讲得很清楚 按比例杀人 千分之一到千分之1.2 就是按着户籍 按着这个成分 杀人 就是杀人 1951年到1952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1953年到1956年 社会主义改造,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前天的,昨天的节目讲得很清楚 就是没收这个资本家的工厂 没收个人的这个房产 然后公司 合作化公司合影 就干这种事情 1955年肃清反革命 大家知道肃清反革命是什么 跟镇压反革命是一样的,继续杀 56年除四害 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苍蝇 1957年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知道死了多少个中国的 高级知识分子吗 我不说了,大家自己上网去查吧 1958年到1960年 大跃进人民共资 1962年到1965年社交运动 1964到1981年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载 1964年到1965年 城市无返 农村四清 1966年 文革开始 文革中间我就不念了 一直到什么,一直到1976年 文革结束 毛泽东逝世 后面我就不说了,1989年六四我也不说了 大概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中共不思悔改 他对人民做了这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 天天吹牛 那么我以后 以后 我只要碰到 我只要碰到这种事情 我都会把 我都会找一段中共党史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让大家看看清楚 这个牛到底是怎么吹的 中共在中共手上死了多少人 那就是一条条生命 一个个家庭 都是人间悲剧 我现在手上还有三条新闻,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条是新闻 昨天我们讲了一下,但是没从这个角度讲,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期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他其中有一个角度 讲什么呢 三件事 第一,引导民营经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这是第1个,第2个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这是第2个,第3个 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这三件事 这三件事情都是民营经济的 民企的 灾难 大家要小心,一带一路千万不要去 然后混改 混改就是 就是新 叫什么,公私合营新模式 就是 公私合营,1958年的公私合营干什么,就是我到你那里去 现在的公私合营就是你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就不断的增值扩骨,把你的稀释掉,你要是不跟的话就越来越少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1条新闻 第2条新闻 教育部 印发 教育系统制止 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行动方案,教育部发了一个这样的方案 这个方案要求这个组织学生走出课堂 走向田间地头,很熟悉啊这个田间地头的词 字眼 这个广泛开展实践体验活动并形成制度 城市中小学校要在每个学段至少安排一次 农业生产劳动 参加劳动了 农村中小学要因力质疑开展种植养植体验 支持大学在食堂建立育人实践基地 通过社会实践劳动,让学生切身感受 食物的来之不易 形成真正尊重劳动 和爱惜食物的思想意识 这个 我有体验,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在中小学 都有下地干活的这种制度 在农村的时候割稻子 在城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个车间 去搞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教育 还有一个什么 文化和文旅部发布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 反正中国一说深入干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事情翻过来 他的通知指出 强化重点演出类型的监管 对音乐节 音乐节庆演出要重点 对电音类 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查把关 加强对演出现场显示屏内容 以及互动环节的监控检查 对小剧场演出活动要重点加强脱口秀 相声以及先锋话剧 实验话剧等语言类 节目的内容审查和现场监管 这是什么 就是不让干了 就是不让干了 中国会有文化吗中国不会有文化 这三条新闻反映什么 这是我挑了一下三条新闻这三条新闻 一个是一个是经济 就是私企经济最敏感的部分 第2个是什么第2个是教育 第3个是什么 第3个就是文化 这三这三条新闻反映了什么 反正现在中国的 中国的 形势 正在急剧的左转 为什么 中国的形势为什么左转 这有三个原因 第1个原因 就是你可以看到 习近平他的地位是受到威胁的 内忧外患 那么他之前又做了一系列的 犯了一些的错误 做了一些的错误的决策 内忧外患 然后党内的激烈的权争 那他怎么办 他就拥抱红色基因 拥抱了红色基因你没得选择你必须左转 这是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 中共党内 也在左转 为什么 你想一下当他遇到外部压力的时候 抱团取暖 但对中共来说抱团取暖的取向是什么 左转 极左 越左越好 越左的意见越容易取得主流地位 所以 只要喊的声音越强 主张越左 他越容易取得主导的地位 这是第2个 这是党 第3个你可以看到 看的一个现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什么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就是做各种情景的 准备 什么叫各种情景的准备 其实习近平提出来内循环 其实是一种情景的准备 就是 对 未来对这个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 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 那么你的出口你的对外贸易就会受到影响 你肯定是影响你的经贸关系 那么也就意味着外部的需求会受到抑制 那么怎么办?我先做准备,这叫情景准备 这是一个层面,这是国家层面 那么各种层面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视频 解放军在那里喊口号,各种口号,各种人喊各种口号 其实都是一种 一种我们叫 初级的动员状态 初级的动员,也就是在军事上做一些情景准备 我刚才讲,经济上做一些情景准备 还有很多社会层面都在做情景准备 包括国家层面 包括党的层面都在做各种准备,昨天看到什么 看到熊安,熊安没有停,熊安那边 大张旗鼓还在盖着呢 虽然经济很困难 但是熊安的投入没有停 这是 一般来说是这样 领导的项目,领导没说话谁都不敢停 一定是这样 大体上就是,所以你可以看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就是一个,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场 这样的情形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习近平去 湖南的 政治动机 他反映这种 这种思路,反映这种想法 反映这种政治上的追求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请大家 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的推荐非常的少 我们已经 已经低于10%,就是我们的流量已经低于10%,平台给我们的推荐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就要请各位网友 帮我们推荐,推荐我们的频道,推荐我们的视频节目 请大家尽量的不遗余力的帮我们推荐,推荐到你的亲友 推荐给你的亲友,推荐到YouTube,或者推荐到我们的 Twitter和脸书上面去,好吧 拜托大家,谢谢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论 鸣谢 谢谢 谢谢,归人222 归人222怎么变成22了 谢谢 王老师好,一直不明白当年中共饿死几千万人 为什么都能奋起反抗 这个罪恶的政党,想到这就内心非常的悲观 不要悲观 我们对未来都要充满希望 否则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一定要保持希望,每个人都做一点 谢谢,支持王先生揭露中共血腥的黑历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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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如果知道就是被子是如何制作的,就知道半条被子瞎编的 OK 提问,王先生有没有感觉习现在做的都是以前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感觉这帮红二代都是一个德性 其实红二代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很类似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相似的环境下 相似的教育模式和相似的 这个 那个教育的内容,他们的基本上是一致 所以他们的德性差不多不正 不奇怪,而且他们有相似的父辈 这是一个方面,但是 薄熙来比习近平要更狠一点 习近平是 习近平的性格 就是 不服输 认定的东西就咬住不放,这是习近平的性格,但习近平的性格 你平时见他,他并没有那么强势 习近平并不强势 他是 从平时的态度来看,还是很温和的 这跟薄熙来不同,薄熙来的性格就非常强势 自恋,非常自恋,薄熙来自恋到什么程度啊 薄熙来自恋他 我们去采访 每人发张照片 发到他自己的这个标准像 后面他的签名,我那张照片不见了,可惜了 就是 薄熙来就非常的自恋 他就自恋到这个地步 而且非常蛮横 但当然红二代基本上都很蛮横 就这样 观点,习近平去拜红色基因祖坟,说明他已经感到危机,不像从前定于曾那么自信了 是的,我同意,CCP就是个鬼上身的鬼 美国就像一个捉妖师 观点,共产党除了谎言还有什么呢? 共产主义是不讲人性的 要消除所有个体存在和我的概念 可如果没有我,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无论是耶稣还是释迦摩尼,并不是给你所需要的东西 而是让你去发现你本来就具有的东西 让你做自己 全信保真 从这个方面讲,把共产主义 及左派说成魔鬼的代言人并不为过 提问,49年的时候中共到底靠什么赢了国民党 这个我们昨天说了一下 很复杂,其实 其实49年,我觉得从45年到49年这段时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段 历史 除了战争以外 除了战场以外 那么还有从政治各种各个领域 特别是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国际政治 就是美国、苏联 他们在中国做的这些事情 要把这些全部捋清楚,其实不容易了 所以你问这句话 其实 不容易回答 这是一个 非常庞杂的一个 史实的 归纳总结,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好吧,我现在不答你 等我准备一下 好吗 王老师你好,你说中共高层 不断的在斗争,也常听说这样的传闻 但为什么斗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当年毛泽东搞出大跃进,文革生灵涂炭 朝中这么多响当当的人物,都没有人能阻止毛 而现在的习近平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毛泽东,再也没有人能挡住他的倒行逆施呢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回答,第一个角度 制度 制度 你看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实毛泽东不仅仅发动文革 毛泽东干了很多的事情 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从建政,我刚才念了一遍,大家听得到吗 那么中间有内部的权征,权力斗争 但文革是中共权征的一个 极致状态 就是 毛泽东 和周恩来和刘少奇这一票,他的原来的下属 他们进行了一场你死我国的这个权斗,引发了文革 文革其实是 把原有的建制抛弃掉 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东西 新的权力架构 在共产党不倒台的前提下 做到这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要看什么,看就是 看制度 什么叫制度,你建立制度,一个国家有 有宪法 以宪法为前提 宪法是个契约 全国人民签一个契约 我们按照这个宪法来行事 大家守住这个制度,宪法其实 就是个根本制度 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制度目的就是 防止这个国家发生 大规模的灾难 发生 一些不可 不可接受的后果 制度是什么 是防止作恶,这个国家会作恶 出现了恶行 文革就是作恶 那么你可以看 那么 文革还是发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没有阻止 文革发生,文革这种级别 其实一直在发生 小型文革,但是 真正的文革在1960年发生 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和中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这两样东西都没有阻止文革的发生,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制度根本就是废的 因为你没办法阻止这种灾难 所以中共我一直讲 中共建政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这个国家特征不明显 因为 他的政治制度没有办法阻止文革这种级别的灾难 所以 他的政治制度是无效果的,没有保证这个国家的 这个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 我经常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特征不明显 因为他的政治制度,他的国家制度 无法阻止文革这种灾难 和其他级别的灾难 这是第1点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制度的问题 这是第1条 第2条 这些响当当的人 就是毛泽东 打击的人 那就包括 刘少奇啊,包括邓小平啊 包括这些什么,这个周恩来啊,都是他打击的人 他一上来 发动文革,把他们干翻了,所以他们没法阻止 一个制度的原因,一个是 现实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回答了没有 观点,当年树立的雷锋、王杰、刘文学等光辉形象 就让每个人都学习他们,成为他们革命思想的牺牲品 中共的法宝,我都讲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一个统一战线 一个这个暴力 武装斗争,一个是党的建设,就是组织系统 同一战线其实讲的是什么 打击5% 打击5%是中共的其中一个模式 一个管理模式 打击是个管理手段 打击5%是一个管理模式 还有什么模式 竖榜样 就是 大家记住,这5%是不对的,你们不能这么干,你看很惨的 然后就是什么,这边什么,竖榜样 跟他学 这就是管理,就是中共的管理学 中共的管理学就是这头打击 这头竖榜样学习 所以其实中共的整个的这个运行机制是有管理学 管理学概念的 是有管理学概念的 当年叫什么,当年叫大树特树 提问,按照这种自我杀伐,一个组织怎么可能得以壮大呢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是自我毁灭的无产者社会 只有获得更高级文明的技术 秩序的输入才可以得到暂时的发展 中共壮大前期靠苏联的秩序输入 等苏联自我杀伐到无力输出以后 中共又转而输入美国的秩序输入 这就是改革开放 现在要防止和平演变,他们只能把这个这条 秩序输入的路径给切断 自我毁灭的人间地狱会不会再次降临呢 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大家有空经常要去我们的 评论区去翻译一下,有很多我念不过来,因为时间超时太多 有很多非常棒的观点 大家要去看一看 这就是非常棒的观点 就这种秩序输入 中共自己有没有 建立这种秩序的能力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都在忙着权力斗争 他都忙着干什么 他都忙着攻击 中共处于攻击状态,一直处于攻击状态 他完全没有建设的基因 所以他自己无法形成这个 刚才这位网友的这种 秩序 文明的秩序 他建立不起来 他就抄别人了 先是抄苏联,苏联抄不动了就抄西方 抄着抄着发现这个秩序再抄下去,可能我自己要翻掉 因为他们那套 根本就 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西方的这种秩序相提并论 好坏大家还分得到的嘛 所以他的问题是 自我毁灭的人间地狱会不会再次降临呢 历史 总是有很多无数的偶然发生的,所以我们还是等着看吧,没有人可以预测 观点 这样邪恶的组织能够壮大,不就是因为他们杀人如麻 加上巧舌如黄吗 王先生总结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所以 才有大量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粉红追随 其实我之前跟网友聊天,跟我朋友聊起来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找个时间还是认真研究一下,就所谓的中国民众 中国现在民众 我觉得 字干五或者是真粉红 其实是在两头 在两头 中国 这两头,一头是什么,这头是离退休人员 他们已经离开了是非之地 他们就跳跳广场舞啊 在广场舞搞搞这个人事斗争啊,你别以为老头老太太没有人事 一样的 一样的争风吃醋各种斗争 一样的在那搞 但是离开了他们世俗的 利益之间的问题 这一部分人 是真粉红 自干五 这一头 另外一头是什么 另外一头是 没出社会的大学生 没出社会的大学生,他们有没有利益,在大学也是利益 各种 各种腐败 教授啊 教授跟女同学啊等等各种关系,你可以看 学校里面已经腐化到了 和社会差不多了 但是这里面不涉及什么 钱设计的 不多 就算 大学生还是觉得他是暂时的过客,所以 大学生的粉红比较多 两头 就两头,我觉得是真粉红 中间这一大 在社会上谋生的这些人里面呢 有没有粉红?有粉红 但是大部分都是假粉红 就是什么呢 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最 会永远保持三样东西,一个保持可能性 保持各种可能性 所以话呢 都不讲死 保住各种可能性 第二个 保持各种关系 关系叫什么,像国内的把关系都叫资源 一个保持可能性,一个保持关系 还有保持什么 保持变数 随时准备把现在衣服脱掉 换上更高级别的衣服 就是保持三种,三样东西 所以呢在这个,大家你要知道 现在的中国人是多么的世故 多么的圆滑 多么的见风识舵 所以 中间的这一大坨人里面 我不觉得有多少是真心实意的 粉红或者 这个我不觉得 多数都是 逢场做戏 见风使舵 说一个没有无害的话 在他的语境当中无害 所以 这一票人 我觉得 行事一变 就多变了 所以在这块我觉得 不完全是没有独立思考 以他对社会,他在社会里面混 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他不清楚吗,清楚得很好吗 天天 今天公安找麻烦,明天税务找麻烦,后天工商找麻烦 你说说看 在单位里面,这个来了新领导给你穿小鞋,那个旁边告你状 这个社会是什么样,他们不清楚,清楚得很好吗 你说他真心实意去 去表达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正需要研究的是这一坨人 这两头其实很相对简单 中间这多人的心态 我们有个节目说,专门讲中产 中产的心态 我觉得讲的还可以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除了中产还更多 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关注好吗 问题请教一下王老师,按目前的国内国外形势,现在正在读初二的孩子 是高中就申请到加拿大读高中,然后申请大学 还是等高中毕业后再申请加拿大本科 请老师分析一下两个方案的利弊 高中去 去外国读高中,直接中学就出国,现在也是潮流 我以前是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因为 中学阶段,小学中学阶段,小学阶段家庭教育为主 学校教育为辅 中学阶段是 中学教育,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各一半 大学教育是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 为辅 就是整个孩子的成长过程 家庭教育不可或缺 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讲 中国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家教 因为家庭教育 缺位 为什么家庭教育会缺位 因为他们的父母 还没搞明白怎么做人呢 这就是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做人 认真的对待孩子 你在家庭教育这块绝对不能错位,家庭教育是一个孩子成长的 必要条件 这是家教,你这个孩子从门 门口走进来 你看这孩子怎么走进来就知道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家教,家教很重要 你可以看看 川普总统的孩子 你看看那个家教是什么 都可以观察一下 那好,如果高中就跑到国外去读 这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 举家移民去陪他读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条件的人不多 那么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 大部分的情况就是 这个家庭一批为二,妈妈带着孩子去读高中 最多的情况是这种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孩子自己去读高中 爸爸妈妈在国内挣钱 这种情况是最差的,就是爸爸妈妈去在国内挣钱,孩子一个人在国内 国外读书 这个情况最差 那原来我们在新岛的时候,那经常 新岛日报海外版经常有一些 这些中学生 出状况的新闻,那真的不少 所以你想一下,现在都是读苗 你说出个什么事 怎么 怎么受得了 这是一个情况 好的,第二个方案是妈妈赔,或者是爸爸赔,有一个在国内挣钱 那这个家就一批两半 我是觉得家的价值是什么 家的价值就在一起 如果不能在一起,这个家就不成为家 这个价值观又是 不接受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坏处是什么 坏处就是 你会这个,你得付出代价 这付出代价,就是高中,除非你的条件很好 我们就不干了 我们全家去 去加拿大或去澳洲去其他英国等等 我们全家就去了 这可以 但是 高中你毫无疑问,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要去 海外就学 读大学 那理论上你应该让他早早的进入这个 你比如说想去加拿大读大学 那就应该在加拿大接受教育 然后让他有加拿大的身份 然后他按着这个路径 去他们的大学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那你说我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再考也行 但是就没那么理想 这个世界上永远没那么理想的事情 所以大家权衡一下,大概 有好有不好 情绪,大约1985年,五年级的时候 课间学校组织学生到河里逃杀劳动 我们班长卢柏川掉河里淹死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景 这种事情就太多了,我讲一件事情 中国的农村每年夏天都会发生 无数的人间悲剧 中共见证到现在就没解决过这个问题 就是小孩子淹死的问题 在中国的农村 每年夏天你都会听到有一个妈妈在那哭喊 小孩子淹死 从我记事 开始 就每年都发生这种事情 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听得到这种事情 中共到现在就没解决这个问题 农村的孩子被淹死的问题 城里的孩子现在基本上 没有这种事情,很少这种事情了 但是在农村这种事情还是非常普遍 大家回忆一下 想一想,在农村的生活 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情况,我的曾外祖父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留下我 外公 看家 内战过了就回来,谁知道一家人就这样分开几十年 外公家在文革中被抄家 值钱的东西在抄家前全部自主毁掉 抄家后外公心脏病发病逝,外婆心里受刺激几十年不出门 我母亲知情去安徽 舅舅因为成分不好,分配不到工作 自暴自弃,一辈子没有上班 我母亲了起这些,只会说当年苦 从来没有怨恨 太淳朴了 我觉得是不敢吧 你知道 在文革的时候 那多少事情 多少因为一句话家破人亡 这太多了,所以中国人 你看我们的父辈 讲话都是 都是有把锁的 为什么 太多人因为这些事情被 被斗啊家破人亡多了去了,我在文革当中遇到过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知道什么叫反标吗 就是我父母单位发生过 有一行反动标语,我都不知道现在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反动标语是什么 然后就 一看就小孩子写的,那个字小孩子写的 就让我们小孩去 拿个粉笔去 去写 一个个去写 我跟我姐 就过关了,为什么 够不着,高度不够 结果 结果我们的邻居,还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 就算是他写的 其中是他们大孩子 大孩子坐牢 大孩子坐牢 然后 他妈妈应该是精神有点问题 然后就这个小的就变成小流氓 就是没人管,直接放羊在外头 后来变成一个小流氓 比我大一岁两岁大概这样 就是 就是一个这个,后来我父母,我为什么去上海 就是 把我父母给吓得够呛,把我跟我姐送到上海去,赶紧送走 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文革当中这种事情太多了 情况,我外婆的父亲在土改的时候被当做地主杀了 但是他们家的财富都是自己劳动出来的 中国有多少个地主 不是自己劳动出来的 哎呀,我就读不完了 最后读两个吧 观点,王老师个人觉得真粉红还是比较多的 就如我外公,人在国外还看中央新闻 我只说一句,中国需要改革就跟我急 我问他,你人在墙外为什么还需要 墙内的洗脑呢,他觉得我这样行为是汉奸,真的很无奈 78年80年给洗脑洗得太干净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就是我说的,这些退休的,退了休的人 他跟现实已经有距离了 然后洗脑洗得非常的彻底 情况,打卡北京,今天去银行取钱几十万现金,本来想拿了就走 顾员说不可以,必须经过一个特殊的点钞机 顾员说,钱过点钞机同时自动记录钞票号码 上传了钞票信息 也就是说现金出银行 也有记录,并联网了 观点,特别想对翻墙出来看节目的朋友说一句 今天王老师说的旧历史不算在内 比较一下今天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作为吧 川普70多岁的人,每年只拿国家1美元的工资 每天全美来回跑 常常这个视察灾区,看望民众接受采访 常常凌晨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白宫 而你们的习大的,平均每个月出境一次 记者都是挡的喉舌 去基层视察时周围都是民警假扮的群众 坐台上照稿子念都会念错别字 为什么要容忍这样的领导,凭什么这个制度要 要废掉 情绪 听王老师讲党史,想起最近和妈妈打的一通电话,在没有任何争论的情况下,他突然指着我 你们读博的都不接地气,搁着文革你们就是右派 知识分子臭老酒 做出东方红卫星,照样把你扔进牛棚 接受冰箱中农再教育 不知何时父母的语言已经严重文革化 好像不记得他们自己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文革的受害者 他们把文革语言 说得轻描淡写 我被怼得难过大哭 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女儿呢 不理解 王老师不要总是想办法去掉广告,平台和您要获利,这才可以生存,咱们遵守规则 好的 谢谢,谢谢网友的理解和支持 鸣谢 谢谢 王先生好,祝你的团队坚持办好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支持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看你的节目一年多已经成为习惯 赶不到直播就看录播,雷打不动,谢谢你的博引和指引,谢谢 归人666 这个名字很好听 好吧 谢谢 谢谢 王老师讲得太对了 我作为中国人 很赞同,其实每个人发现危险的能力其实 都和李超人差不多 只是李嘉诚直接果断的做出决定 绝大多数人保持着变数,认为自己会变得比李嘉诚还圆滑聪明 他们抱着一种灾难永远漫我一步的态度,打个比方 他们认为火山喷发 人逃命的时候,他们觉得 可以在最后一刻逃掉 然后他们想 想着能不能捡逃跑的人口袋里掉出来的钱 你说的我比喻像不像,有点像 还想火冲取利 周宇婷,谢谢 归人666,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记得分享我们的频道,分享我们的节目,谢谢 ont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